中国人家里的菜呢 叫家常菜 对不对 跟餐厅里的菜有区别 但是你知道家常菜是可以 这个吃一辈子的 这人可以一辈子不去餐厅 但餐厅里的那菜 你绝吃不了一辈子 你要天天上一餐厅去吃饭 我估计连一礼拜你都扛不下来 你就实在就腻了 这餐厅的这个菜呀 好吃归好吃 一礼拜吃一顿行 吃多了不成 那么西方人呢 他讲究不仅是科学和营养 更讲究这个操作的严谨 最典型的就是咱肯德基和麦当劳 你任何人不会做饭没关系 你到他这来按照他的程序走 你也能把那薯条炸得很合适 炸多少分钟 炸多少秒钟 他都规范了 中国不成 中国你怎么学他这烹调技术 一人一个样 他没有标准 如果中国菜有了标准 那炒出来的菜未必好吃 你比如同样一个最大种的菜 公报鸡丁 外国人最爱吃这菜 你看 外国人吃公报鸡丁的这个公报鸡丁 往往就偏甜偏酸 北方人就愿意吃偏咸的 南方人愿意吃偏甜的 但中国餐馆有个问题 中国餐馆最大一问题就是炒 炒死你拉倒 所以中国的餐馆 好一点的餐馆都有担尖 担尖主要就是怕别人炒你 也怕你炒别人 你看西餐厅就不这样 我到法国去 到英国去 到美国去 吃了当地最著名的餐厅 没担尖 大家都在一个厅里吃饭 也许你旁边那个人就非常的有名 他也是不进担尖 那中国人很不习惯 中国人老觉得 我吃这饭 我这么大身份 或者说我花这么多钱 我应该去一单间 人家没有单间 人家都安静 不想中国人吵闹 中国的这种餐厅 在全世界等级不高 就是因为这吵闹 你到美国去 如果有人请你吃中餐 这就叫会友朋友 咱们一块吃中餐 多吵都不在乎 越吵大家就比着吵 为什么你不喊 你听不见呢 但是你到纽约去 人家请你吃西餐 这就叫宴请了 请你吃日本餐 叫高级宴请 你说我们这中餐啊 自己觉得有十八般武艺 我们中餐能做到色香味俱全 每个老外到了中国来 都吃说中国饭好吃 中国菜好吃 但为什么就高档不起来呢 就是因为我们之间的这个文化差异 中餐不仅吵闹 而且布置的非常热闹 海外的中餐厅 只要你一进去就跟天天过节似的 以红为主 不知为什么哪一天中国这个餐厅就变成以红为主了 太火爆 吃饭的时候周圈的环境压力太大 我在国外啊 没少吃中餐 唯独吃了一个中餐 记忆深刻 在哪呢 在德国 在慕尼黑 有个朋友说 这有一种中餐厅特高紧 你愿意没愿意去 我说好咱去了 一进去 我进门第一件事 我就跟这人说啊 我说这餐厅不是中国人办的 他说你怎么知道 我这色调就不是中国人的 一进去 暗蓝的色调 你说中国餐厅怎么能想起个暗蓝的色调呢 一看那就是外国人办的 而且它是中餐西吃 什么叫中餐西吃啊 就是大家不围着一大圆桌 又喊又叫 每人一份 给我点菜那小伙子 一下就认出我了 说马老师你怎么上这儿来的 我说这地儿是不许我来的 他说不是啊 说这个地方很少来中国人 我说这一中餐厅 为什么很少来中国人呢 他说因为这中餐厅不怎么中国 这中餐厅呢不让大声说话 所以中国人都不爱来 你看中国人吃饭的时候 一方面嫌扁炒嫌环境闹 但一方面呢又不愿意去这种 很安静的餐厅嫌不够热闹 所以这个餐厅在慕尼黑非常有名 是西方人经常宴请的地方 吃饭比较贵 那么这中国中餐厅为什么那么热闹呢 首先是这敬酒 这东西方完全的不同 西方人敬酒从来不强迫你 中国人敬酒经常强迫你 我被人强迫的最厉害的就是来一个人上来就说 马老师我尊重你 我先干三杯您喝一口都行 我说这啥意思啊 这本身就不平等 他说你干三杯我一口不喝也不合适 我喝一口家不余你后面还有一百多人呢 都这么说谁受得了啊 他有点强迫状态 尽管我能多少喝点酒啊 我就不愿意强迫 自己喝到恰到好处为止 中国人讲这敬酒酒杯要满 酒满茶半满 茶杯一定不能倒满 为什么茶杯不能倒满呢 因为茶是热的 倒满的容易烫着人 不会倒茶的把这茶杯倒的满满的 一看就是个外行 这酒呢要倒满 倒满表示尊敬 这就坏了 有时候有那餐厅啊 没有那小号的酒杯 你要喝白酒的时候这么大一杯子 基本上两三杯子 灌的你脑袋就犯晕 大家都讲先干未净 是吧 这酒场上非常苦恼啊 我这个吃过这种四十人的大桌 大圆桌直径啊 我想想这有个七百米长 对面的人没眼都不清楚啊 坐四十个人 坐一桌上 轮番的敬酒 这顿饭 屁股基本上招不到椅子上 刚坐下就有人来敬一酒 老得站起来 苦恼之急 那么这种敬酒的文化 敬酒的时候说各种过激的话 什么感情深一口门 感情浅舔一舔 说的各种这种住酒词 就是逼迫你把酒喝下去 中国人认为 酒桌上不醉一人 其实算没喝好 西方人就不是这样 东西方都有醉酒 但西方人不这么醉 西方人醉酒是自己灌自己 中国人醉酒是 我灌别人或者别人灌我 就是把别人灌醉以此为荣 我现在是不跟人拼酒去了 年轻时候经有这事 朋友拉着说那谁谁请吃客 他们老挑衅 他挺你吃顿饭 你还说他挑衅 为什么挑衅呢 说来了就是喝酒 一喝酒上来挑衅的态度 就是说 今天喝什么酒啊 说喝什么酒 随您 喝什么都成 我记得有一回一个朋友 多次邀请去喝酒 我就和我另外一朋友说 咱俩都跟他认得了 咱就奉陪一场 做了充分的准备 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他说喝什么酒啊 挑衅 我就说喝什么酒都成 他马上挑了一种酒 他说咱们今儿喝黄酒吧 你知道黄酒这东西 特可恶啊 就是当你感到 他酒劲来的时候 往往就晚了 白酒不是 白酒你感觉酒劲来了 如果你有自制 你不再去天杯 你可能就把握住了 但黄酒往往 这酒劲来了以后 后劲极大 你控制不了自己 后来我说好 咱就喝黄酒 他说先上一坛 上来就挑衅一坛 我说哎 别别别去 不喝一坛酒 这样的话 给谁倒多了少了 都说不清楚 大部分喝酒的人 都说我自个儿喝的多 每个人都往高了抱 所以我就说呢 你那酒多大一坛 我记得很清楚 1650克酒 这么大一坛三斤多 我说这样 咱们在桌能喝的 不能喝的不勉强 能喝的一人抱着一坛喝 自己一坛 自己给自己倒 不许撒 撒了还得添 不许耍赖 咱们都把它都喝了 那天 一人一坛 那啤酒就不算数 请我们喝酒的人 没到喝完 就出来了 出去了 不回了 等我们喝完了以后 高高兴兴 准备走的时候 服务生过来说 说您两位得结账 心里就不是很痛快 说他请我们喝酒 他先喝打 把我们撂着 这一桌洗酒 我们结账 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说这规矩坏了 怎么办呢 正好这老板 这餐厅 带着澡堂子 带着洗浴中心 我说我们进去洗澡 等他酒醒 这一等 就等到第二天早上 第二天早上 我们准备走了 还得有事呢 想走走不了 说老板还没醒呢 就等老板醒 我们又熬了俩钟头 到时代来钟 老板醒了 指令下来了 把我们俩才放出去 所以中国人得喝酒啊 就是一定要喝出一后果来 西方人不喜欢 西方喝酒 我们去喝酒 就是站着 你喜欢喝多少 倒多少 对吧 也不要动作丑袋排出 有人给你碰杯 就是免一口 没有非得干了 没这规矩 所以西方人 不管是喝红酒 喝白仆子酒 还是喝这个洋酒 他那个杯子都比较大 那要一口干了 如果你喝威士忌 干两口也晕 所以东西方 在这方面的差异性啊 真的很大 这种社交场合 除了这种艳瘾的社交场合 还有就是比较正式的活动 正式活动 我觉得西方人有一点 经常要求郑庄 其实西方的情点上没这条 我们今天参加比较重要的活动 底下都有一行字 叫请着郑庄出席 西方人不提示你 你这么重要的活动 一定是郑庄 有一年啊 这个抗战胜利多少年 我给忘了 美国大使馆 在钓鱼台国兵馆 举行的这个活动 很多人参加 除了美方的人 还有中方的人 你想想 是二战结束 多少年的一个活动 当时还放了非常重要的 美国的这个黑白的纪录片 那参加所有的会 美方的人都是西服隔旅的 每个人都是郑庄 我们这边不知为什么去的人 连上台发言的人都穿一运动鞋 穿一电弓背心 你知道什么叫电弓背心吗 就身上全是兜了那种 我记得那时候 我儿子刚从英国回来 也去参加这活动 事先还穿衣服干什么 都还准备了一下 到那一看就很生气 就说这种事情 这么重要的一个活动 为什么我们的这些人 身份也不算低 职务也不算低 为什么着工这么不讲究呢 我告诉你 着装不讲究 是一个不自信的彻底表达 一个人在重要的社交场合 如果违背公众的一个规律 穿一种奇特的服装 这人不自信 他才这么干 他不是有个性 他不是鹤立鸡群 他就是内心不成熟 他这种内心的不成熟呢 这个表现在社交场合呢 就是往往以自己不修边斧 不在意细节 来掩饰自己内心的那种恐惧感 这在心理学上都是有定论的 所以我们有很多人啊 没出国 或者跟外国人不怎么打交道 到这种场合呢 反而不愿意把自己穿得很正经 因为平时也不怎么穿 一穿上自己就更不自信了 这种感受呢 你第一次出席这种社交 正式的社交场所 第一次穿上西装 打上领带的时候 你内心都有这个感受 我也有 每个人都有 对不对 我们就是跟西方人 有很多文化差异 但是在一个共同的文化标准上 参与一个共同的行动的时候 应该注意自己的仪表 他不是说你在一个自由空间里 比如飞机上 那么飞机上呢 经常碰到老外 这老外真的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是什么 他抗动 国际航班有的那个空调开得太低了 我是把能穿的衣服都穿上 要两条毛毯还动得不行 那老外穿一披衫 不盖毯子 然后满头热气 打着呼噜 我就不知道这外国人怎么这么抗动 我来仔细一看 哦 明白了 这外国人啊 毛多 郁寒 胳膊上 腿上 那腿啊穿一短裤 两条腿啊 说熊腿有点夸张 说是个 马腿羊腿都差不多 全是毛 我见过那个 西方人毛最多的 就是风一挂 身上都动了 毛多还软 所以人家一个经典的传说 就是国外根本就没秋裤 只有中国人才穿秋裤 其实还真不是 这秋裤是从国外传过来的 但是国外大部分人不爱穿这秋裤 我其实挺爱穿的啊 我这不嫌丢人 我就爱穿 因为外国人啊 因为他的生活条件改善的比我们早 就是他很早就坐汽车了 那汽车里头 里头暖啊 我呀 所以一出屋门就进了汽车啊 所以穿少点没关系 穿少点利索 你穿厚衣服不利索 现在要不然就是里头穿的特少 外头有一个女的来一个皮大衣 男的来一个羽绒衣 一裹就进汽车了 穿多了肯定是不舒服 但是冻着就更不舒服 一到冬天 我天天能看见这种景啊 回家的路上 经过北京著名的一条 夜店街 经常看那女孩啊 站在马路边上 穿一 貂皮打衣 光着两条腿 穿一凉鞋 高跟的 动着俩腿 殡着 殡着还冷 动极了 这女孩站在马路上 这腿边拿花 互相拧着 太冷了 我看着都冷 你何必呢 你把自个儿动成那样 你就不能穿暖和点了 那有人说抗动是个锻炼 也是个理念 冬季有抗动锻炼 我见过那个人抗动的比赛 一个人坐在兵里 跟人家拼命 但我们每个人都不成 我们每个人 你不信你冬天试试去 你别说冬勇 你把鞋脱了 把袜子脱了 您光叫站冰上 站一会儿你试试 那跟站刀片上 没啥区别 人家说你不懂了 说这冬勇的人 不能站冰上 你看那冰上 不铺一毛巾吗 他跳水里没事 你们说我应该信他呢 还是信他呢 对吧 人养生啊 注意保暖 这肯定是没错了 但是注意锻炼自己 抗动也是没错了 比如有人说我只要 经常有这种耐寒训练 我冬季不得感冒 我告诉你啊 得不得感冒 跟你的体质有直接关系 但不是绝对的 比如病毒性感冒 你身强力壮 依然可以得 中国人保暖的概念是什么呀 头寒脚暖 八分宝 对吧 中国人知道 头冻着没事 脚得暖和了 吃饭八分宝 其实 吃七分宝就行了 八分宝就多了 过去与这个话 对着的还有一句话 叫头寒脚暖 八分宝 冷虽热屁 穷撒谎 什么叫冷虽呀 就是冷的时候 你是不是尿尿去 对吧 尿尿去 小孩过去尿尿 叫尿衰 热屁 被窝里热吧 热大发了 就排出去了 穷撒谎 你这个撒谎啊 是社会成本最低的一个事 高效 有时候用一句话 随便就能把别人骗了 但是撒谎的代价 是后来才能够体现 所以西方人对撒谎的惩戒 比我们要这个 严重的多得多 我们对撒谎的惩戒 都比较轻 中国人可以想象的 对撒谎的最大的惩戒 就是狼来了那个预言 西方人一看就是尤打 等级不一样 中国人过去 就是说这脚上穿一棉窝 棉窝 什么叫棉窝呢 那棉鞋 特别暖和 咱们认为寒气是 从脚顶上往上钻 欧洲人认为 这个寒气是 从头顶上往下钻 所以欧洲人特别爱戴帽子 你注意看 欧洲人可以 头顶戴一貂皮帽子 但他可以光脚穿衣凉鞋 穿衣甲板脱 我这有时候就想 这个我们中国人 要跟这个西方人 要是突然都扛不过去了 这欧洲人可以抱着中国人的脚 中国人可以搂着外国人的头 反正就这两点都怕冷 中国人 这个感情细腻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西方人觉得它粗 为什么细腻呢 我们举个例子说 西方人就说 春夏秋冬四季 我们通过四季来换装 中国人四季中间 每一季有六个节气 我们四六二十四个节气 每个节气都有微小的变化 因为有这种微小的变化 就有这种文化诉求 大家就学会了一个词 叫春午秋冬 春天慢点拖 秋天呢 慢点穿 多冻两件没事 别急着捂着 所以春午秋冬 一定是有一个道理的 防止你得病 我们要想啊 东西方文化 不同的地方 其实真的很多 比较多的 我们可以生活中看到的 很典型的一个就是坐月子 坐月子这词在西方就没有 我不知道英文怎么翻译 坐月子是咱们的国粹 坐月子 这词呢 中国词呢 叫产入戚 听见没有 产是指生产 入呢 就是入子 就是您就坐你们家入子上 这段时期就叫产入戚 我们过去中国人认为的这个坐月子呢 实际上就是产后恢复期 我们传统认为啊 产后的女子 在这个一个月里 不能洗澡 不能洗头 不能刷牙 不能梳头 不能下床活动 所以叫产入戚嘛 不能出去见风 你比如美国啊 美国医生也认为 就是不管你是顺产 还是这个抛妇产 现在叫抛工产啊 你都需要一个时间去恢复 但是他建议你身体的护理和恢复呢 第一是营养 第二呢 要洗澡 饮食要简单 防止太油腻啊 每天要出去散步 找朋友聊聊天 喝喝咖啡 呼吸新鲜空气 这些都是我们所不建议 我觉得每个人都有一个简单的评判 以你对知识的掌握 这个对这样的一个事物 做出一个简单的评判 你认为怎么对 怎么不对 对吧 也不可以说西方人的全对 中国人的都不对 也不可以说中国人的都对 西方人的都不对 各有所长 在这个对身体的认知中呢 最重要一点就是看病 看病呢 中国人过去啊 在没有西医的时候 就是看中医嘛 后来西医进入中国呢 西医因为是塑校的 所以很多人愿意看西医 我们建国以后呢 西医得到了这个迅速的一个发展 所以中医就衰落了 中医呢 他有他的理论这个基础 他的理论基础呢 就是阴阳五行 他把人体看成是一个气形神的一个统一体 他通过四招啊 叫望闻问切呢 何诊 望闻问切呢 其实这个是有一定道理的 比如 你看一个人的气色 红光满面 皮肤有光泽 这人一般没有什么疾病 闻呢 是指 这个人身上的气味 这气味 过去病人身上散发着各种气味 有经验的中医啊 一闻见这个病人的气味就知道 他身上的哪一部分出了问题 问了就是讯问 切是切脉 切脉我也会 我摸我自个儿的脉 我这脉 跳动有力 一下是一下 要一下是两下 我就出问题了 所以这个中医有他的 这个理论 依靠经验生存 所以中医中呢 有啊 我们都知道 首先是中草药 然后针灸 推拿 推拿就是按摩 拔罐 气功 包括食疗等等 拔罐这事吧 我们历史上 拔罐在美国 还引起误会 认为是虐待 那现在你看那个 那个游泳的那个叫什么 菲尔普斯吧 身上拔一身罐 给咱这中医拔罐了 做了一个极大的推广和广告 那效果是什么呢 有时候确实拔完了以后会舒服 就你感觉舒服了 不像外国人也不是傻子 拔完罐他难过 他才不会的拔呢 但西医认为中医这套理论不成 因为你是靠经验生存 你靠经验生存 很多又不能上升到理论 所以我们的中医呢 就有好坏之分 我觉得脑中医很重要 经验丰富嘛 这个有人认为 上医治未病 下医治已病 就是说你没病的时候 好的医生就开始给你 告诉你要预防什么 你有病了 那么现在的医生就开始给你治病 这个严格意义上讲 这个把病治好了 是一个很准确的概念 什么叫把病治好了 我们举例说明 我高血压 我通过你的治疗 不管你什么手段 您是拔罐还是针灸 还是让我吃药 我严格按照你的程序走完 我离开你以后 我依然是正常状态 我的血压降下来 这叫治好了 但西医现在大部分时候是控制病 你吃他的降压药 立刻就下来 你有一天忘吃 当天就上去 他永远不治好 他只是控制病 你比如说糖尿病也是 天天要打胰道素 一天不打你就晕了 所以这种控制病和治病之间 是有区别的 我们认为真正的医学 能够达到的是 让你脱离疾病以后 成为一个正常人 而不是我天天吃你的药 你赚我的钱 你控制我的病情不再发展 或者说不再显现 中医和西医之间 虽然有很多不同 但是殊途同归 未来的医学肯定发展到 每个人要强调你的基因排序 强调你的疾病的特点 给你单独一个药 不是在吃广普药 广普药就是一个药片 谁都吃 对你有多少好处 可能中间只有20%对你有用 80%对你没用 但是只能够你吃这种药 因为这个药不是为你一个人生 所以对待疾病和对待死亡一样 就是中国人 对待死亡是回避 完全回避 所以中国人生前很难立遗嘱 我们看到中国很多有钱人 一旦去世 马上就家族纷争 诉讼四起 为什么 就因为没有遗嘱 我们过去的文化中 好像交代遗嘱都是临死 所以中国人觉得写遗嘱不吉利 过去我们看到的电影影视剧 都是这人到最后不行了 我还有一个事要交代 交代完就死了 咯噔就不行了 西方人不是 西方人啊 打认字起 开始就给自己写遗嘱 西方人20岁写遗嘱的有的是 没几年改一遍 没几年改一遍 随着自己的财产的增加 自己对事物的认知不一样 所以这遗嘱不停的在改来 我们东西方的生死观是不一样的 所以西方人现在提倡一些 比如安乐词 对吧 安乐词 我想在我们可见的日子里 安乐词一定变成一个人对自己死亡的一个选择 我们今天是不可以的 我们今天没有权利选择死亡 当然我们也没有权利选择这个出生 出生是你爹妈的选择 跟你没关系 你看我们用一切拉拉杂杂的讲了这么多东西方文化的区别 其实东西方文化区别很多 你比如打听隐私也算 西方人就不打听隐私 中国人就爱打听隐私 如果你德高望重 你打听别人的隐私都不觉得是什么 比如说小姑娘你多大了 挣多少钱呢 这都叫打听人家隐私 结婚没有 结婚以后有没有孩子 丈夫对你好不好 全这啰嗦事 他不觉得这是打听隐私 所以我们东西方文化中啊 差异性大的比比皆是 那这种差异呢 从某种意义上讲呢 不是什么坏事 就是我们呢 应该向人家好的地方学习 我们自己好的地方就要坚持 比如呢 这秋裤啊 天冷的时候该穿就得穿 酒呢 能不喝呢 酒呢 官府谋 揭秘官府秀 你看这小东西这么小吧 哪年呢 看看 别写着呢 乾隆年制 乾隆年制的同胎 画法郎 画得非常细致 这种小东西啊 就是一个把玩之器 古丸啊 至少是两大类 一类 是摆放陈舍之器 一类就叫把玩之器 为什么叫古丸呢 这个丸就是把玩 这小东西啊 搁在手里跟编户 差不多大小 这边画一女的 画一小孩 这边也是一女的 跟他儿子 这个后面还有平花 两边呢 画的是 百花井 这个井地 开光 腌制山水 法郎采这东西 是从西方传进来的 连法郎这个词都不是我们的 是法语来的 那么法郎采进入中国以后呢 他不妨碍为中国人服务 你看这东西 仔细看啊 这东西有点羊 但是你看啊 山水是我们的吧 这边这个花卉啊 锦地是我们的吧 开光这种形式是我们的吧 母子啊 教子徒是我们的吧 这上面所有提供的信息 包括警部的交业文 都是我们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